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息 气息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呼吸时进出的气 那个气我们叫做气息 那我们是拿来指情绪和风格 第二 气势 气势 气势的意思就是人或事物显示出来的某种力量和气派 就比如说千军万马那个气势很汹涌这一种就是一种气势 第三 沸点 沸点就是当液体沸腾时的温度就是100度的时候 100摄氏度的时候 我们叫做沸点 那第四 沸腾 沸腾 沸腾的意思就是液体达到沸点发生的气化 就是很热很热的时候 这个叫做沸腾 好 同学们都学会这四个词语了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里来学学多音多意志 那今天要教大家的知识 跟着我练一遍 降价 降价 降价就是这个价钱呢 减低了 我们叫降价 第二 降服 降服 第三 第三 人工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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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投降 投降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些字呢 都是同样的字 可是他们的音却不同 就比如说这个降服,降价,人工降雨,还有投降这些字 虽然是一样的,可是它的音,你们可以发现老师刚才读的音呢,却不同 对,降价和人工降雨呢,是这个音 降服和投降是一样的,是这个 所以同学们学会了吗? 那接下来第二个多音多音字就是淡薄,淡薄,湖泊,湖泊 泊车,泊车,雪泊,雪泊 所以淡薄,还有泊车是同样音的,它们是不送气的时候 那湖泊和雪泊是送气音,所以同学们学会了吗? 那接下去就是成语的时刻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五个成语,老师要教大家第一,五颜六色 五颜六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形容色彩繁多很多种颜色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一个成语,五颜六色 第二,乘风破浪,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乘风破浪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怕困难 奋勇前进,就是不管前面有多困难,却努力向前进 第三,举手投足 举手投足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 第四,争奇斗艳 争奇斗艳的意思就是我们镜像的展示形貌 色彩的奇艺,艳丽,以比高低,就是在与别人比较看哪一方面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叫做争奇斗艳 最后五,偏偏奇舞 偏偏奇舞的意思就是轻快的在跳舞,叫做偏偏奇舞 同学们学会这五个成语了吗?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望天门山这个古诗 那是来自唐朝一名诗人叫做李白 那首先同学们来跟老师练一遍这个古诗 第一句,天门中段楚江开 避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凡一遍日边来 那这个古诗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讲第一句,天门中段楚江开 就是我们在说着高高的天门呢,就被这个长江的水好像在 劈开一样 那避水东流至此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原本要向东流的水呢 来到这里呢,就会回旋回转回去 那第三句,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意思呢 就是在指着这个以前的这两座山叫做伯旺山 还有梁山,他们都一起耸立起来 那最后一句,孤凡一遍日边来 就是孤凡的意思就是一只船 就好像从日那一边滑过来 为什么呢?因为在远处这个水连天 就看起来这个船呢,好像由天上滑下来一样 所以同学们明白这一篇古诗的含义了吗? 好,这里就是我们四年级华文单元十一传统文化式贵宝教学 谢谢大家